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女人,福气脸的六个特征,中一个就很了不起。 常听人说,性格写在唇边,幸福露在眼角,站姿看出才华气度,不太可见自我认知,表情里有近来心境,眉宇间是过往岁月。 一个女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,看脸就知道,养出一张福气脸,必是有福之人。 脸上的笑容,俗话说,心宽福自来,爱笑的人,运气都不会太差,面带喜色的人,不仅能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快乐,也能为自己积聚福气。 数学家华罗庚,19岁染上伤寒,指使行走不便,左腿总要先画一个大圈,右腿才能跟上一小步。 他没有自怨自艺,反而幽默地把走路称为远与切线的运动。 在西南连大任教室,全家仅靠他微薄的薪水艰难度日,起初玉闻一多家一齐,挤在一间16平米的厢房里,后来实在住不开,只好搬到牛圈上面堆草的木楼里住。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,华罗庚依旧校对生活,他得新生儿子起名华光,调侃自家积蓄全部华光,这种乐观的姿态。 让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,无论近况如何,人都不能失去笑容,嘴角的笑意一旦展开,好运也会随之而来,挥挥手,笑一笑。 人生没什么大不了,脑内的学士,黄庭坚曾说,三日不读书,照镜则面目可憎,对人则语言无畏。 一个人书读得多了,容颜自然改变,主持人董卿,出生于上海一个高职家庭,父亲对他要求严格,不准他穿裙子,不准他照镜子,不准做新衣服,并且要求他每天抄成语,抄古诗,还要大声朗读并背诵。 长大后即使工作繁忙,他也会抽出时间来阅读,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,就像在内心深处点亮一盏明灯,光芒透过他的言行举止散发出来,成为他气质的重要支撑。 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和《朗读者》等节目中,他常常信手拈来诗词名句,采访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时,他能用法文与先生交流,对翻译的作品也有深入的了解。 提问和回答都体现出对文学作品的热爱和精通,温婉大方的形象,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,容颜注定老去,年华也会流逝, 唯有书香能致远。 沉淀出历久弥香的气质,心底的善良,佛家说,像有心生,一颗阴暗的心,撑不起一张浮起的脸,皮囊再美,也美不过心底善良的光辉。 甲林的善良,是从心底里散发出来的,演员鲍贝尔婚礼上,几位伴郎起哄婚闹,要把穿着短裙的柳颜扔进旁边的泳池里,周围人都在起哄,只有甲林挺身而出, 把柳颜护在身后,指导的电影开拍时,甲林担心剧组打扰周边群众,专门采购了米面油,带金券等实用物资, 爱家爱虎上门分发,电影《你好》,李幻英,票房颇30亿。 甲林兑现承诺,用票房收入,发起了温暖回家路工艺项目, 为数千名在外务工的农民工,提供了回家的车票和年货。 30岁之前,人的容貌是父母给的,30岁之后,脸上的符像是自己修的, 善良的人,往往外表慈眉善目,魅心也是柔和坦荡,是真正的符像。 太上感应片里说,祸福无门,为人自照。 身以为然,人世间的符合祸并非凭空而来,而是自己招致的, 今日的果,源于昨日的阴,而一个人的福气, 常常就藏在他的脸上,一个有福气的女人。 脸上往往有着三个特征,左系规律,面若桃色, 唐代诗人摧护的,提督成男装,以时流传千古。 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应红,人面不知何处去, 桃花依旧笑春风,一人已离开, 他对他桃花一般的容颜,仍念念不忘,无独有偶。 钱忠书先生也曾写诗追忆他和夫人杨将初见的情景, 写眼容光一初见,强威心半径醍,不知免喜而失眠, 曾娶红花和雪无,由此可见。 杨将如强威一般红润的面庞, 曾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。 在诗中,面若桃花常是美女的标配, 在生活中,面风脸润也是一个人健康, 有福气的证明,杨将一生优雅, 从容,福气满满,他继瘦且康,年余百岁, 他与丈夫一生抗礼情深,不起不离, 他在文学领域获得了不俗的成就,被人尊称为先生。 晚年时分,他仍保持着规律的生活, 一日三餐固定,休息时间规律, 谁说这不是他面色红润,体康身健的秘密呢? 汪曾祺曾在贤世贤民, 一文里写到过一个活得如庄子般的老人, 他的生活简单规律, 每天早起扫地, 一日三餐君自己动手, 每天报西贤作, 带着笑意,天真看世界, 他一生经历了各种天灾人祸, 人事沉浮, 但身上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, 老人虽然已经年近八十, 但是气色很好, 看起来只有七十岁, 作息规律的重要性可见一般, 维持好气色说来简单, 背后却是以很强的自律位支撑, 日夜颠倒的人, 脸色常是于苍白憔悴, 作息规律的人, 才能淘宰粉面气色加, 超神奇的心理减压法, 一书中指出, 一个有规律的作息时间, 有如一剂两药,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武装自己, 抵御压力的侵袭, 生物中工作正常, 就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, 帮助人体维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, 健康是一切的基础, 对于所有人来说, 身体健康, 无病无灾, 都是福气, 你的福气, 就藏在你的脸色里, 一个面色丰润的人, 常常也是负责身后之人, 不怨不由, 常带喜色, 十分赞同一句话, 爱笑的女孩子, 运气通常不会太差, 生活如尽, 一个笑对生活的人, 生活也会抱之以喜乐, 有一个模特, 她的形象曾在美国时代广场, 独占四个广告牌, 特别的是, 这一切, 并非发生在她年轻冒昧的时候, 而是发生在她年过六十以后, 她就是硅谷钢铁侠埃龙, 马斯克的母亲, 梅耶·马斯克, 22岁时, 年少无知的她, 冲动之下结了婚, 想不到迎接她的是长期的家暴, 而她除了忍耐之外, 别无他法, 31岁时, 她终于得到法律的允许, 可以离婚, 她火速脱离了那个让她痛苦不堪的家, 成立一名单亲妈妈, 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, 在职场中, 她因为大龄的原因遭受歧视, 签约的经纪公司, 一直不为她争取工作机会, 她的生活一度陷入窘境, 甚至买不起打折的二手衣服, 但她没有自甘沉溺, 怨天尤人, 而是辗转于三个国家的多个城市, 开展自己的事业, 面对磨难困境, 她始终微笑一对, 展示出了自信, 优雅的姿态, 她的努力换来了她的影响力, 她不但培育出三个优秀的子女, 同时还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, 在暮年之时, 她的事业也再度焕发出光芒, 她在自己的传记, 《人生有我》 以书里写道, 行动越早, 痛苦越小, 对人生难题要打运动战, 无论如何都别坐在泥坑里哭闹, 先行动起来, 她的成功不正愿于坚持与不抱怨, 不颓葬, 及时行动嘛, 不抱怨的世界, 以书里有句话, 我觉得很有道理, 抱怨从来不会吸引, 带来那些你想要的东西, 相反, 抱怨会使你永远摆脱不掉那些你不想要的东西, 一个人要想活得好, 就不要总是怨天尤人, 因为你的抱怨会赶走你的福气, 也会让身边的人逐渐远离自己, 相反, 一个总是面带喜色, 事过就翻篇, 乐观豁达的人, 会吸引更多的人和更多的福气, 北京妇产医院的专家柳顺宇说, 当我们以一种非常平和, 安宁, 尤其是感恩的心态, 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, 会分泌更多的催产素, 而催产素这种爱的荷尔蒙, 会刺激多巴胺, 以及DATA激素的分泌, 它们不仅能缓解抑郁, 疼痛, 提升免疫力,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, 还可以延缓衰老, 你脸上的喜气, 就是你的福气, 少一些抱怨, 多一些感恩与满足, 受益的不只是别人, 还有你自己, 除时平和, 和颜悦色, 季显灵的, 走运与霉运, 有段话, 颇有道理, 文中写道, 走运时, 要想到倒霉, 不要得意过了头, 倒霉时, 要想到走运, 不必垂头丧气,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, 情绪始终保持稳定, 此意长寿之道也, 人这一生, 说短也短, 说长也很长, 一事无忧, 一帆风顺者少之又少, 得意有失, 失意意有失, 如果无法保持平和的心态, 时而狂喜, 时而暴怒, 时常惊恐, 时常忧郁, 就会对健康产生危害,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事例, 长沙一位年仅55岁的女士, 被缺诊为乳腺癌, 该女士自曝自己是典型的急性子, 性格又敏感, 经常和老公生气吵架, 已吵吵了20多年, 其床卫医生介绍说, 孤僻、抑郁、 易遭易怒等不良情绪, 是癌细胞产生和发展的触发因素, 华大CEO尹叶也曾在圆桌派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, 他说, 除了部分遗传性肿瘤, 其他的癌症基因生出来的时候是没有, 都是我们后天物理的, 化学的包括生气, 都有可能累积有害突变, 一个能够用包容的眼光看待一切, 处事平和, 长和颜月色对人的人, 才是真正活得通透达观的有福气之人, 处事平和, 不是遇到问题就稀释宁人, 所有的委屈自己下咽, 处事平和, 并非只是外表的满不在乎, 而是从内心将一切看淡, 电视剧小欢喜中的流进, 从外表看就是一个优雅体面, 温柔平和的人, 他知识丈夫的梦想, 默默成为他的坚强后盾, 他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, 不控制, 不指责, 可是他并不是从内心感到快乐, 他吞到肚子里的所有委屈, 最后都变成了攻击他身体的癌细胞, 平和处事, 不是妥协退让, 而是如水一般, 至柔至刚, 有所取舍, 有所坚持, 就像谢利尔, 桑德伯格在, 向前一部一书写的那样, 要首先学会温柔的, 坚持表达自己的需求, 要时常记住微笑, 表达感激和关注, 更多提及共同利益, 如此, 才能成全自己的同时, 也成就自己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 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, 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与点栏目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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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Çünkü重症目, 是否则滑橙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